經過了連日的辯論和闖關失敗 民主共和兩黨今天接近妥協 有望在今晚投票通過接近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 雖然法案在今日美股收市之前未能通過 但兩黨早上對努力達成協議的積極態度 也令華爾街投資人信心大增 美股從昨天的3年低點大幅反彈 創低了87年以來的最佳單日表現 道指標升2112.98點 收20704.91點 創低了1933年以來的最大單日漲幅 標普500指數上漲209.93點 收2447.33點 是2008年10月以來的最大單日漲幅 而納指則是上漲557.18點 收7417.86點 是3月13日以來的最佳走勢 民主黨日前阻止該提案通過 指提案優先保護大企業 而非美國民眾 但少數黨領袖舒默同裁長武魯欽 在今日早上都表示兩黨非常接近達成協議 隨即激發了股市的反彈 雖然經濟刺激案的具體內容還未敲定 但根據該法案的議案 個人年收入在75,000元以下 或夫婦兩人的年收入在15萬以下的申請人 每位成年人可以獲得1200元 每位小孩可以獲得500元 而個人年收入高於75,000元 或夫婦兩人年收入在15萬以上的申請人 仍然可以獲得現金資助 但金額將會相對減少 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數字 根據議案 民眾届時將不需要填寫任何申請表 如果民眾有報稅 國稅局就能夠準確地判斷民眾是否符合條件 並按照報稅時填寫的信息將現金發放 另外 總統特朗普今天早上接受科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他希望在4月12日復活節前重新開放美國經濟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 全美經濟受到嚴重打擊 高盛銀行預計今年美國平均GDP將下降至乎3.5% 而美國銀行專家早前亦預計 截至上週末申請失業的救助人數或將高達300萬 天下衛時編輯報導